作者 暗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795集 一股无形的气息暗中笼罩住了秦辰 让他眉头一皱 这是由敌人锁定住了的 自己出来此地怎么会招惹到敌人呢 秦辰转头看向了某处 老奴见过四方少主 这时 李管氏突然对着一处地方弯腰行李 目光则是在秦辰的身上转了一下 露出了一抹哑然之色 似乎在震惊秦辰居然也能够如此之快地 发现气息传递的方向 凑巧的吗 如果不是凑巧 此子的神觉也太敏锐了 四方大哥 还以为这小子长得怎么样呢 能让小姐刮目相看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比四方大哥你差远了 就是 不过李龙啊 你居然拿此人跟四方大哥相比 那也太高看这小子了 四方大哥可是我安幽府赫赫有名的美男子 拿此人和四方大哥比 那是玷污了四方大哥的威名 嘿嘿嘿 这的确是我的不是 几道大笑之声传来 只见从不远处 一处建筑群落之中 迅速飞掠出来了一群气焰嚣张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一个个是绫罗绸缎 穿金带银 身上的衣袍样式复杂 由道道的霞光环绕着 祥瑞涌动 显然都是顶级的重宝 一看就是一群顽固子弟 其中说话之人呢 话语一落下 就是意念不屑地看着星辰 落到了玲珑神女脸上的时候 则是目光一正 玄机流露出了惊艳之色 而在这群人的中间 簇拥着一个头戴金冠 身穿金袍身形修长的男子 这男子气势惊人 眼眸开合之间 有着一道道的金色符纹涌动 全身涌动真龙之气 一张裹子脸 那是不怒自微 一看就是这群人中的领头了 这群人对着李管事微微地点头 此人虽然只是暗幽府中的管家 却是跟着暗幽府主多年的老婆 深深地得到暗幽府主的信任 因此这群人呢 也是给了对方几分面子 否则的话 一般人根本落不得这群人的法眼 齐少侠 这几位乃是我暗幽府中的少年英杰 四方少爷的父亲四方神尊 乃是当年跟随辅主大人一同打天下的兄弟 在我暗幽府身居高尾 执掌一方 另外几位也都是我暗幽府诸多强者统领的子嗣 李管事对着秦臣介绍道 一旁玲珑神女闻言暗自凛然 暗幽府乃是南十三星域中最为顶级的势力 麾下疆域无限 哪怕只是暗幽府的一个统领的子嗣 在南十三星域也绝非是一般人能够招惹的 这群人一同前来啊 看着神态分明是想要找秦臣的麻烦呢 果然其中一人看向了秦臣 忆怜的不屑 小子 听说你之前在归虚秘境之中 差点害死了慕陵大小姐 马上滚穿暗幽府 不要存在任何的痴心妄想 不错 别以为和方慕陵大小姐有了一些交流 就能癞蛤蟆攀上了凤凰汁 这暗幽府不是你能待的地方 这群人很是霸道 根本不管秦臣是怎么想的 一上来就一个字滚 玲瓏神女对时是紧张地看向了秦臣 秦臣却是不以为意 淡淡道 本少该去什么地方 不该去什么地方 轮不到你们来做主 他来暗幽府 可不是为了攀附什么暗幽府高枝儿的 而是想办法找逍遥至尊的 暗幽府乃是男时才星域赫赫有名的地方 如果逍遥至尊也在男时才星域 那么在这里打探是最为方便的 又岂会因为几个人的言语挑衅就直接离开呢 小子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法酒了 之前那开口的男子脸色阴沉 显示出了强烈的蔑视和讨厌 一步步地走上前来 身上涌动着恐怖的气息 轰隆一声 惊人的气息冲天 引动了无边的星辰抖动 仿佛一颗颗速速落下来一般 这个年轻人名叫李龙 乃是暗幽府麾下一片星系的统领之子 其父也是一名超脱高手 他家的领地虽然是在暗幽府麾下的别的星系 但是呢 他却是在暗幽府中学习 天资卓越 如今乃是半步超脱的修为 属于暗幽府中的一尊天交级人物 在暗幽府中 年轻一辈分为了几派 他是跟随着四方少主的 自然要为四方少主出头 方木龄身为暗幽府大小姐 是整个暗幽府无数年轻豪杰追求的对象 当然 李龙这样的人呢 是不敢追求的 但是呢 他却是知晓四方少主 一直在追求方木龄大小姐 所以一直替四方少主是出谋划策 可现在呢 他得知方木龄大小姐 竟然和一个外来小子走得很近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啊 凭什么 四方少主追求大小姐那么多年了 暗幽府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啊 大小姐都不假以颜色 可现在一个外来的小子 听说居然和大小姐走得很近 这怎么可以啊 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子 居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找死吗 这不是 当然 他也只是这么想想 自然是不敢在暗幽府将秦晨直接给弄死 毕竟对方是大小姐带回来的人 所以呢 直接上来进行驱赶 只要秦晨离开了暗幽府 到时候这小子死在外面 那也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了 宇宙海中 强盗那么多 死个个把人又算什么呀 其料 对方竟然是完全不理会他们的要求 小子 你原本可以全身而退的 李龙说道 他大步走向前去 但你非要自取其辱 那也怪不了谁了 他根本不带秦晨回答 太守就向着秦晨抓去 轰的一声 滚滚地半步超脱气息涌动 化作了一道巨大的天幕大手 直接镇压向了秦晨 李少 还请手下留情啊 一道黑色的人影闪过 挡在了秦晨的面前 任李龙一掌轰下来 打在他的身上 李龙的整只手掌都陷了进去 那是陈管事 虽然李龙整只手陷入到了他的胸膛 可是他却是半点没有意识到 语气也没有丝毫的变化 秦晨看得很清楚 陈管事的胸口 已然是化作了一片无形的规则之力 李龙这一场打过 根本就没有打到尸体 自然不可能造成任何的伤害 这老头绝对是超脱气 李龙眉头一皱 道 李朗 你为何要阻我 他父亲也是超脱强者 一方星宇统领 原本不应该对一名管家如此客气 但是李管事可不是一般的管家 跟随辅主大人多年 而且深得信任 所以李龙也不敢太过造死 别说是他了 就是他父亲来了 也不会对李管事发号实力